中国发展进入了新阶段,再相信读书无用论只会害了自己。 随着中国的持续40年的快速发展,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而且较为稳定的现代化模式。 这种模式可以保证中国在一段时间内获得持续的发展动力,因此许多领域呈现专业化、知识化的现代化特征是完全可以预期的。 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吸纳了中国上亿劳动人口,造就了一大批产业工人。 人工智能的发展其实并不完全是新鲜事,人类的工业自动化已经发展了近百年,而自动化生产带来的劳动力转移并非新鲜事。 服务业一般被视为产业升级后吸纳劳动力的重要产业,然而服务业本质上也是需要大量专业化培训,其要求比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更高。 因此,多读书而不是早赚钱才是获得市场竞争力最为可行的策略,再相信读书无用会害人害己。